那次之前我什么都没有 我都觉得我就是一个 天不怕地不怕的 什么都行 就那样的 但是从我爸生完病之后 我真的我突然就觉得 就特别害怕那种 然后我就想 我从小的时候 我爸就是做电汉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 其实我觉得也没啥嘛 女孩子这个 就是没有 很多人就问我 这工作根本就不适合你 你是一个女孩子 而且还身体上有残缺 其实我觉得吧 没有什么行业适不适合你 只有那个 老天爷不会因为你身体上残缺 老天爷也不会因为你 你是女孩子眷顾你 对不对 只有你努力了 老天爷才会眷顾你 你知道全国能找出 几个女汉给你 你看她今天穿的 白衣飘飘的样子 我们来看看她 工作的时候的场景 来 中国最美女汉宫 死汉非彼汉 不是飙汉的汉 是汉皆人生的汉 对吧 虽然你断了一条腿 但是其实你已经汉起了另外一条腿了 对 很帅的样子 对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有什么爱好吗 我的爱好就是经常出去旅游 去爬过长城 然后走过天门山 走过川赃线 这是要飞吗 有一种要飞的感觉 你这看着就是像在飞了吗 这是哪里啊 青海湖那边的一个沙漠 这是哪 哪个草原 青海湖的时候在那路边拍的 那个呢 那水上的呢 那个是查卡盐湖 那下面全都是盐 这呢 这个是我去爬山的时候 在我们洛阳 过程当中有些什么经历吗 我记得最深的就是 我去爬长城的时候 一位就是中年的大哥 他就喊着我 他说 姑娘 你别走呢 我当时以为我东西掉了呢 我说 怎么了 他说你能给我儿子拍张照吗 我当时就看了一下 他儿子大概有十岁左右 那男孩他就不走了 他就说累嘛 然后拍张照 他说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 一定要向阿姨这样 坚强面对生活 当时我听了这句话 我真的很大的感触 我突然就觉得 啊 我这样 这样就能给别人带来真能量 这样就能帮助身边的人吗 然后从那之后 我也一直在路上嘛 我走川仓线的时候 真的 他们每次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给我竖起大拇指 总是说上那一句 他说小姑娘 你真的太坚强了 每次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真的心里面 特别特别感触 我觉得人就应该坚强地活着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对不对 你既然不知道 你就把今天过得开心 过得快乐 那不挺好的吗 你的存在就是一种价值 特别好 每个人只要努力生活 给别人都是一种价值 今天父母也来到了现场 我爸妈来了 来 掌声有请 来 掌声一号 自我去号 我是来自河南人 祖国地区 打回家 我是罗鱼的爸爸 您呢 我是罗鱼的妈妈 你们有几个孩子 一个儿子 四个孩子 一个儿子 三个姑娘 这是老大是吧 老大 这扯他大了 您是电汉工 是的 我是汉工 没想过 是由自己的女儿 继承了这门手艺吧 那儿子 你